来 请出下一位求职者 袁继华 三十岁 天津人 天津职业大学 国际贸易专业 主持人好 现场的企业家各位好 我叫袁继华 是天津市职业大学毕业的 然后我的家来自于 天津市最北边的一个小村庄 我之前从事的工作 都是销售类的工作 希望今天可以在 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 谢谢大家 好 欢迎你计划 看我们天津女孩 多有礼貌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你家是冀州的 对 冀州的 哪个村的 很小的 叫袁新庄村 袁新庄村 那你这姓就是跟这村 这个袁是一样的吗 对 一样的 一样的 先聊点和求职不太一样 可以啊 今年十一国庆期间 总台央视推出了一个小板块 叫 说说心中的国 有两位咱们天津的大爷 火了 一位大爷 是在这个人民体育馆附近 打篮球 接受央视记者采访 那真是高乌建林 说得头头是刀 另外一位 他是在哪呢 他是在公园里 央视记者采访了 你们家今年 花销最大的一笔开支 是多少呢 大爷憋了半天 花销最大了 我们家族要我不管钱 然后这一下就火了 人家说两位大爷 实力撑起来 天津男人在全国 网友和观众面前的好形象 好多天津的男士 就自己爆料 说在家我就不管钱 我想问问你 你们家 咱爸咱妈妈 谁管钱啊 今天是我妈管钱 你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来 给我点掌声 你看 我就说吧 你今天来舞台之前 我就想 这个事我一定要问问你 因为你是第一道道 天津玩 对吧 对 你家是你妈管钱 对 为什么呢 就我爸她拿钱总丢 我爸手里拿五块钱 可能她都不放心 她自己 所以你们家阿姨涨钱 对 你怎么看待这问题 我觉得 应该是女方掌权 如果你将来 组建家庭以后 你们家会谁管钱 最好AA制吧 AA制 为什么呢 你刚才说觉得 应该女性管钱 到你制 你将来组建家庭 AA制了 怎么意思啊 因为我不想 把她管得太死 你将来嫁人了 结了婚了 你跟她AA呢 不是结婚过日子要AA 就是我允许她 有她自己的一部分 支出的权利 你吓死我了 你刷新了我 对女性的认知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各位企业家 这个小波 你们家谁管钱 我们家我也不知道 钱有多少 钱都在我爱人手里 这个回答 这个企业和公司卡 也不在你手里 基本上吧 那你平时自己 想买点什么 自己奖励一下自己 我基本没有花销 不开玩笑啊 我一个月花销 千八百块钱就够了 我问你 就是想让你说 你们家你管钱 有花销 你就说一些 让我们广大男同胞 下不来台的 来我再问问那谁 花姐 花姐你们家谁管钱 我呀 你说你是我这问的 为啥不是姐不管钱呢 我钱比较多呀 你讲 哦 你明白了 你是不放心 我站下也不管钱啊 我们家连银行 卡的密码 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管钱 你们觉得 大卫老师管钱吗 也不管钱 他也没有本事管钱嘛 不是 他就没有 管钱 那个力量 看着就 对 没有那力量感 为什么原计划到台上以后 先跟他聊这样一个话题呢 就是他挺励志的 他在赚钱方面 有着自己的天分 你是从大学开始就赚钱是吗 是的 我大学 大一的那一年 学费是我妈出的 然后从大二开始 我的生活费和学费 都是我自己兼职赚来的 靠什么兼职呢 最早的时候摆过地摊 然后在网吧 做过夜班的网管 就是收银 然后去派过传单 就是房地产的 这种宣传单页 家里是经济条件 不是特别理想吗 其实我家里 应该是还行的 但是就是我觉得 父母都比较辛苦 年龄也比较大了 所以我不想再依赖于他们 我想自己能够独立出来 然后你就从大二开始 就自己轻功俭学了 是的 一直到毕业 都是你自己来赚自己的 学费和生活费吗 是的 除此之外 还能给家里填补一部分吗 对 是会给家里面一些钱 真棒 挺好的 你兼职的时候 你比较喜欢做哪一类的兼职 理由是什么 现实来讲的话 就是我做的这个 派发传单的这个 是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那个是我赚钱 最多的一份工作 我是通过学长去的 他招的我 然后那个时候 应该是一个人六十块钱 一天 对 一个人六十块钱 一天 去了之后就是 因为有的时候是半天 我只是在没课的时候去 但是后来可能 挣钱 挣上瘾了 就 担无课了 对 就有的时候经常觉得 有一些课不太重要 或者说我不太感兴趣 哎呀 这个不好 你成绩后来怎么样 我顺利毕业的 你顺利毕业 你这叫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 我就想问你 你在挣钱挣上瘾了之后 你的成绩怎么样 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确实有一些下滑 我们很多的大学生 现在其实就是想在创业呀 然后想去有工作呀 然后不停地去尝试 但最后其实更多是 形式大于的内容 一定要去思考的是 我在学校的学业 有没有被耽搁 就是我特别 感谢我大学的四年 就是套在图书馆里面 去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我工作的二十多年 我发现很多时候 都是那个时候奠定的基础 否则的话 你一路走来 你会越走越担保 越走越担保 挣钱还是要有度啊 学生还是以学业为重 是的 你后来 你的报名表上写 你进入了某家知名的 房地产企业工作 然后你进去了 就做了渠道主管了是吗 不是的 我最早的时候 刚进去 就是一个渠道专员 也还是跟之前的 派单的工作很类似 就是需要在外面 去拉客户 抱着很大的一轮单页 然后去外面去发 发那个单页又是铜板纸 对 老重老重了 对 而且它特别容易滑 滑伤手 是的 还重 是的 很辛苦 但是我是属于 比较幸运的那一个吧 而且我也特别地努力 然后我就做了不到半个月 我就成交了 你提成是多少钱 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那套房子的话 提成应该是 一千多块吧 当时挺开心的 因为是从别的 这个公司的门口 然后把这个客户蹲了 他得有小一天吧 怎么蹲 就是看着他去这个 售楼处去看房了 然后我们就在门口 就是有好几个人 都在那蹲点 然后等那个客户出来之后 就迎上去 跟他去介绍我们的房子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班车 把他拉到我们的售楼处 当天就成交了 当天就成交了 嗯 那那个抢客户的过程中 有没有受到同行的威胁 会 会呀 这个是家常便饭的 他们都会去驱赶你 所以我们都是属于 潜伏在旁边的一个状态 不会离得太近 你打扰害怕吗 不会害怕 为什么呢 我打小的时候就 就不是那种胆小的女孩子 我打小的时候就不是那种胆小的女孩子